HELLO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10月7號 買錄今天的盤後影音 節目開始還是要請大家幫眾哥 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加上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大家提出來跟我做討論 國慶年假你想要去哪邊玩 哪邊有好吃的也請大家跟我做分享 當然更歡迎大家 直接跟上我們家族成員的腳步 那我們看到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是呈現一個往下重挫 而且是重挫將近200點 這跌幅相當大 但是我們在昨天就有跟大家聊到 這副乖離的修正 需要空間跟時間去彌補 短線上強談了這麼多天 連漲三天 這邊或許空間會少一點 而且你可以看到 已經來到前破地點 前破地點在哪邊呢 在13928這邊 所以來到前破地點 又短線上連漲了這麼多天 漲多會回檔 跌升會反彈 這是很正常 也是很合理的現象 所以你不要那麼說 這跌200點行情 是不是又要開始往下 大度去做個徹底了 其實不用想得這麼悲觀 因為復乖離的修正反彈呢 通常都是要兩週以上的時間 所以現階段我認為反彈會持續下去 那只要10月5號的缺口 10月5號缺口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只要沒有把它做封閉的話 行情就還有在往上漲的空間 那後續我希望能儘快站上這個13928這個低點 站穩之後才有機會來去挑戰這個季線的反下去 甚至要挑戰這個月線反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月線反壓已經開始要扣離在相對低的位置了 所以這邊我認為反彈態勢有機會持續 那後續的反彈我們還要再留意些什麼呢 中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這邊週K的慣性已經跟著改變了 那其實今年的行情就是一個樣 什麼樣的態勢呢 就是降息預期行情就往上大漲 連主會出來放偏硬派 所以這個行情又往下大跌 但是今年的走勢有一個方向是非常雷同的 當它出現一個週K開始出現一個紅K的時候 這慣性改變後面都還一個反彈段 那你可以看到三月 三月出現一個週K出現一個紅K 慣性改變之後 往上去做一個反彈 五月這邊也是往上做一個反彈 在七八月這反彈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那這邊又出現了一個紅K棒 即便今天下跌200點 但是沒有改變週K 收紅K棒的這個一個態勢 雖然這邊是一個慣性改變 那下個禮拜我們可以特別留下 這邊有沒有機會持續來做一個反彈 那如果有來持續做個反彈的話 你要好好盯緊至今流向往哪邊跑 那這個禮拜至今非常熱鬧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中哥最新的資金流向表 請大家幫中哥在影片下方按讚加留言 中哥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把按讚數衝到100以上 那回過頭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三月五月七八月這幾個反彈段 其實我們把握的非常好 這幾個圖表到底是什麼樣呢 其實影片上可能看到會比較小一點 我們這邊直接幫大家來放大 這是我們三月的一個一個績效表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五月 五月我們是大賺了170% 再來八月我一直跟大家知道 你不用去減博再打工 你只要跟著中哥保證不欺騙 保證你有去又有回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是我們滿滿滿的一個績效 再來可以看到九月 九月這邊我們開始帶著家族成員 有經常去打這個空單 因為過去空單可能大家都不是那麼喜歡 覺得空單會讓你很反感 你在唱衰台灣 你為什麼來放空我的股票 但是對中哥來講 只要人賺錢 其實我才不管你多單還空單 我只跟著資金流向走 因為資金流向可以讓我賺到錢 那如果可以讓你賺到錢 那你為什麼不嘗試看看呢 所以有很多家族朋友 這邊跟中哥反映之後 我也開始帶著一般的會員團 開始經常去打這個空單 事實上其實從今年三月 我們一直帶著VIP有在打這個空單的 所以我認為行情 其實你不用預設任何立場 抓住個股輪動就可以了 那個股會有漲會有跌 大盤大漲的時候 會有股票跌停板是有的 比如說垃圾盤的時候 很多中小型個股就往下倒 或者是看到大盤往下跌的時候 會有股票漲停板 比如說今天台電跌幅比較大 所以這邊中小型個股 有的就相對比較逆勢 比較抗跌 所以我認為你就多空雙向 然後短進短出來累積你的勝率 你才有機會這樣賺到你的財富 賺到了你的第一桶金 所以請大家記得 接下來這些行情 你一定要把我的強短訊號給學會 當你把這些強短訊號給學會之後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樣 行情不管是往上漲還是往下跌 你都可以從容自在在裡面賺到錢 我們每個人來到市場上 都是想要賺到錢 沒有人想來市場上賠錢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給準備好 把你自己給武裝起來 不要讓別人賺到你這邊的錢 所以我們要跟著什麼 跟著聰明錢跟著資金流向 跟著聰明錢來做強短 所以我這堂課 不只要教會你怎麼買 還要教會你怎麼賣 其實今天的行情 很多人大部分都是 書債不知道怎麼賣 買大家都非常會買 但是賣卻不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會買也會賣 那我相信你今年是吃了無敵心心的 因為今天的行情絕對難不倒你 事實上我們的家族成員 即便今年只是做多了 其實獲利的人大有人在 只要你造的紀律 造了這種歌給你的指令 我相信你會是賺錢的 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你預設任何立場 這邊比如說這種歌叫你要出場了 結果你卻捨不得 那這樣就比較冤枉一點了 所以我的強短訊號這堂課 請大家一定要來上 那這邊影片下方有相關的表單連結 或者是你可以撥打電話進來 零二七七二五一五零零 那回過頭我們再看到這美元指數 這台股反彈太四能不能持續下去 我認為美元指數非常重要 那美元指數第一次打到上陽均線 做了一個反彈 那其實這個也是講 也是我們現在跟大家聊到的 其實美元指數或是各種金融商品 都是適用的打到上陽均線 或是跌破上陽均線都會有一個反彈 那所以反彈上來 只要美元指數沒有過高 然後可以像比如說像原油一樣 清原油這邊盤個頭 那這邊就有利於後勢的反彈 所以只要美元指數不要再創新高 那我認為各國就有輪動的空間了 所以美元指數大家可以去盯著 或者是你有聽到這位朋友 他要把美元解掉 然後改來買股票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通知中哥 到時候中哥就會非常緊張 你可以看到這個9月30號 他賣股票然後去存美元定存 結果美元馬上就從高檔往下做回檔 這真的是太準的一個名燈了 我們大家一定要好好愛護他 好好呵護他 希望他人長命百歲 因為老司機總是可以讓我們 找到獲利的機會 或是你一定要愛護中哥 因為中哥總是會幫你找到獲利的機會 所以大家一定要幫中哥 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跟我互動一下 那你的熱情回饋 我也會很積極的幫你找尋一些資料 來讓你這樣增加勝率 其實如果這邊有各個資料來輔助你的話 你的勝率增加賺錢的幾率就往上大幅提升了 所以請大家幫我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那我不但幫你掌握到機會 其實我們還幫你避開了很多風險 今天的行情我會提醒大家 什麼個股你要避開 顯卡避開 金融避開 消費性電子 手機零組件 這些你通通都要避開 那你可以看到區東來線 連勇還在地上 第五三葉愛護 還在地上 所以這些個股 你如果可以避開的話 你才有本錢 可以跟著我們來後面的一個 搶反彈的動作 那台電破低 台股才有機會彈 我相信你一定沒有聽過 那今天的行情的台電 如果扣掉台GG的話 好像也沒有這麼恐怖 所以台電往下破低之後 行情馬上這樣 來了一個破底翻 那今天台電 昨天漲這麼多 今天稍微震盪一下 那扣掉台GG 其實行情沒有你想像中 這麼恐怖 200點沒有這麼恐怖 所以你要把握什麼 把握大家不想玩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等到 像這個美元先生 等到大家都是很瘋狂的時候 你才要進來 那可能到時候 就是一個短線見高點的時候 所以現階段 我認為10月 仍然有做夢行情 那請大家要好好把握 富乖離過大 行情隨時要來 富乖離收斂 不會只有一天 我們剛剛也跟大家一道 需要空間跟時間去彌補的 所以請大家要把握 把握這樣的一個做帳跟做夢行情 那聊到做帳跟做夢行情 中央這邊有兩個小故事 兩個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目前手中有 抱比較中長線的部分 其中一檔是6643的M31 那6643M31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是不凹單的 很多人的經驗輸在凹單攤品 但是我們買進之後 在這跌破越線的時候 是要先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那跌破越線做一個出場 那回測上領的機械 我們是再次去做一個切入 所以6643M31這細字彩 我們今年幫大家的節奏抓得非常好 這邊M31反彈上 已經賺了40% 所以我要跟大家聊的是 即便你長期看好一檔股票 也請大家照著你的機率 絕對不要凹單 萬一你這邊看好一檔股票 但是它是兩年後才發酵 或者是這邊原本買100塊 跌到30塊 它跌到30塊才發酵 那等到人家30塊才進場 它反彈到60塊好了 反彈到60塊 它就已經賺一倍了 但是你買100塊了還是賠錢 所以TOMEO 請大家還是要照著機率來 不對的時候還是請大家先出場 那6643M31我們還抱著 那我認為說這邊如果評價回升的話 加上營收成長 它是隨時有機會準備創新高 所以你想要跟著我們賺 後面這個等劇漲幅的第二段嗎 請撥打電話進來 02-7725-1500 那我們另外一檔股票是 是3653的建策 那建策今天已經創了一個 還原全息新高 我們這邊波段獲利也來到了20%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創了一個還原全息新高 那建策跟我們要跟大家聊到這個故事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請大家先看到2016年3008大力光走勢 當年大力光從1790漲到6075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參與到這樣的行情 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沒有時光機 大家都沒有小叮噹 所以如果大力光這樣的故事 有機會複製在其他的個股 你要不要來賺呢 你要不要來參與呢 當年大力光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不斷的列地擴產 那當它擴產的時候 EPS往上增加 那這個股價也是跟著 往上大幅度去做的成長 當年蘋果手機跟非頻手機賣得非常好 賣得非常下下降 所以對高階這個鏡頭是需求非常的 非常的一個引擎 對高階這個鏡頭是呈現一個功不應求的 所以大力光才一直擴產 然後營收不斷成長 所以它的故事是建立在擴產 帶來的營收成長 股價跟著EPS往上大幅度創高 那排名上有沒有這樣相同的故事 有啊 只是你沒有發現而已 比如說什麼 我們今年跟你聊到8069元泰 從64塊漲到255塊 那8069元泰 我們今年從5月開始切入 其實5月8月這幾個反彈段 都是賺得非常好 那我們也有跟大家提到 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反而去留下 強勢整理個股有哪些 另外會維持著強勢整理個股 代表說它的基本面有一定的支撐 在盤直穩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迎來一個反彈段 那我跟你說的 跟我們在做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的標準都沒有變過 那看完元泰 我們看到4768金層 從91塊漲到244塊 有沒有 這個也是漲了將近快3倍了 那我們這邊的金層 也是兩段式獲利 這邊8月賺36% 然後這5、6月的時候是賺了25% 所以兩個加起來賺了61% 那金層也是一樣 惡物戰爭 所以它的特殊氣體 一直呈現一個供不應求 所以它也在積極擴產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一個keyword 如果說它的產品 供不應求 積極擴產 那這盈餘往上成長 股價會不會跟呢 所以呢 建設這一檔 它的大元二廠 這邊2020年底要滿載了 大元三廠 這邊2024年要開始做個量產了 所以它的營收也會跟著往上成長 那股價會來到哪邊呢 這邊已經創還原全息新高 代表上方已經沒有壓力了 所以你要賺這檔請趕快來 但是你也可以發現它 股性非常的有點牛皮 股性有點溫吞 所以你要賺這檔 你只能來找壯哥 壯哥會帶著你在這檔股票好好的賺 那其實不管你是新朋友還是舊朋友 其實我們這邊都帶著你經常去買進 甚至還有做一個加碼動作 所以建設我們期待它可以像元泰 可以像金城 可以像大力光一樣走出不一樣的故事 所以建設請大家一定要跟上我們的一個腳步 02-7725-1500 請大家撥打電話進來跟上我們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剛剛聊到的初階課程 我們已經要告一段落了 即將下架要成為一個絕版了 所以還沒有看過 請大家趕緊填寫下方來表單 那接著我要跟大家推出一個進階課程 初階課程教大家如何運用強短訊號 進階課程只要教大家如何建立起你自己的口袋名單 一兩千多檔股票 我們到底應該往哪邊去做布局 往哪邊去做打單 為什麼這種歌可以挑到M31 可以挑到建設 那這種這檔課要教大家去建立起你自己的口袋名單 當你把自己的口袋名單自選股給找到之後 出現強短訊號 你就可以適時的進場做打單了 少了等待時間 買進馬上噴出 放空馬上下跌 所以這檔課初階跟進階 你都把它給學會之後 我認為你的功力非常大增 打通任督二賣 這個行情絕對難不倒你 所以在強短訊號請大家一定要來上 我如何找到中探針放空可以賺30% 我如何找到華航放空可以賺16% 我又是如何找到337色精彩 放空可以賺20% 你認為這檔課是死空頭 只會賺空單的錢嗎 其實我們多單也是賺得下下價了 威盛紅翼賺了30% 9月我們紅翼跟中探針兩檔股票獲利攻三成 只剩一檔是多單一檔是空單 廣基賺了23% 賣掉之後股價馬上往下崩跌 大家看到金像店巨洋核大 甚至藥聖中砂 這些都是滿滿滿的一個績效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來把我的這檔課 進階課程給學會 兩檔課你都學會之後 接下來行情我真的認為 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到你的 當你上完課之後 你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來個視訊這檔哥 或是在影片下方跟這檔哥互動都可以 你可以在上面來提問這檔哥 你有什麼問題 我會來第一個時間來跟你做個回覆 那當然我更歡迎大家 直接跟上我們 02751500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連假愉快 謝謝拜拜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 est的 出品 被人 machine 寶貌 不敢 我們 reflects 紬